12月25号是议员就职的日子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时会在脸书发文表示 看到很多同事都看出了当选证书 让他忍不住疑惑 诶 那我自己的证书呢 好 11月26号他已经有内湖南港选民 颁给他的当选证书了 但是中选会发的上面有李静有庶民的证书 还真不知道在哪里 好 网友纷纷说了 1126那张证书比有绿冠签名的重要多了啦 另外还要来看到 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任内最后一天的上班 特别来打包一下自己的市长事 他次报上任第一天就被阿扁骗到 以为市府就可以直接看到总统府 好 至于放眼2024的总统大卫 柯文哲证实他即将会参与脱口秀 跟头号柯黑王世坚 再度上演世纪大对决 柯P回来了 柯P回八年穿上熟悉的白袍 柯文哲终于要从市长变回柯P 首次扑框自己办公室的小房间 还说自己上任第一天就被前市长阿扁给骗了 嘴上说看不到总统府 只怕柯文哲心里想的都是 2024大选一搏总统大卫 但在这之前得先清空市长市 柯文哲整理书柜霸气十足 一到各局处道别 柯文哲被高喊柯总统还被抢着签名合照 人气高到仿佛真的要前进总统府 柯总统 但接下来他得先跟头号柯黑王世坚脱口秀节目 再续前缘 柯文哲确定参战沿上黄金组和王世坚 两人未来会不会变成同阵营的人 还是会找他加入民众党 找他被民进来开路以后 脱口秀坏了 从政治素人变成首都市长 常语出惊人的柯文哲 下一步要迈向何方依旧是各界瞩目焦点 记者黄军续国豪SN小组台北报道 国民党籍的台南市议员方一锋 疑似遭人骗上车恐吓 经过调查之后 当地的民进党要脚临世坚 事发时也在车上 整起事件就疑似跟台南市的正副议长 选战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这是谢龙介昨天在节目当中所做的透露 他说其实不少的兰英议员 现在都待在家里头 不敢待在家里头 只能够躲到议会去睡觉 今天整个网络上就说 那谢龙介当时讲的都没有乌龙爆料 他们怎么说谢龙介都是乌龙爆料 你看看千惠 我们拿出政绩来讲 他们第一时间就应用媒体的优势 就先套一个我是乌龙爆料 乌龙介 你看看 然后现在好 一件一件的翻出来 从卢渣到现在的这个陈凯玲 最后还会到黄伟泽身上 各位等着拭目以待吧 检察官我是很夸赞他 但总是为德不足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内部消息早就听到 十月以前就已经搞定了 但他没有起诉 也没有动作 那恐怕就是被上面压下来 压下来现在选后了选完了 那你说这个选举公平吗 但我们也必须承受 反正这就是他们的所谓主场优势 那你有了执政优势以后 你是用来顺遂这些官商勾结 达到目的 然后寝食的是人民的福祉 所以老人健保你也不保 老人福利你也不做 对不对 那整个交通你也不改善 全部的精神 你身边的人 全部整个集团 都是看在整个光电利益 跟炉渣利益 那你说我们这个城市如何进步 这些钱到哪里去 你拿什么权买的 所以昨天检方有一条财产来源不明罪 因为他跟他老婆把买房子的钱都兜不容 所以这后面还有几笔罪 还要再去比对了 但是法官为什么现在要伸压一个人 没有那么容易 为什么法官会同意收押 你就可以知道检方提出来的证据 已经够多了 厂商的交际过程 你看都敢喝花酒 还可以接受信账 这种 如果他还能伪装成一个君子 一样的风度偏偏 那也刚才好了 我跟你说 我是看得下落下落 但我们知道 我们揭穿的时候 所有对我们无情的攻击 然后在议会还 倒黑为白 然后攻击我 我当然我有爆出口 那现在各位可以去看看 为什么当时会爆出口 你再看看整个 整个抹黑 我提出证据 然后你们护航程凯琳 来对我抹黑 那现在总算司法 还原一点点真相了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